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張錦郎 我自己從事雕塑創作二十幾年了 之前來到高雄都是在學校教書 後來自己在進修 然後再往大專業校去上課 所以也陸陸續續在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作品 所以這一次我也拿了幾件作品出來做展示 那我比較都是以人體為主要的一個創作體材 從早期都是表現比較寫實的 慢慢的在表現一個少女從轉換到家庭生活 變為家庭付出 然後不經意的之下就是身材走樣 然後我就慢慢的朝這個方向 我把一個人的身體做誇大處理 然後做簡化 然後我覺得後來這樣線條 我比較喜歡這樣的操作方式 後來就做了一系列 以母親角色的一個形體去表現 所以有所謂的大地系列出來 那也有刻意的 等於在把作品在創作作品過程當作 把它當作遊戲再玩 那就拿一塊土過來就直接敲敲打打 然後去找靈感 找出我要的形塑的形體 那就把它形塑出來 我們目前大概是朝這個方向在創作 都是銅 不然就是陶 對 銅跟陶 我剛剛講的就是 像這件作品 我是也是就是那一塊土 我自己用敲敲打打 所以留下很多棍子敲打的紋理 然後從裡面我是去形塑這樣的形體出來 所以我也沒有說預想我要做什麼形狀 只是說在敲打過程當中 它自然就產生一個形體 我是把它整理出來而已 所以我就刻意保留了一些棍子敲打的紋理 我沒有去做修飾 那這個是比較後來的 那前面的就是也會 像這個比較早期一點的就是 都會想先要做什麼東西都先想好 動態也都先想好 才開始著手進行 那剛才就是先綁骨架 然後追土塑土 那把形體塑完之後 才想 我再把它翻字 那自己都先把它翻成FRP材質之後 才拿到鑄銅廠去鑄銅 是這樣的過程 這同類的東西都是這樣 那討的部分有一些作品我是用電燒 那大部分都是用材燒 那種材燒就讓它自然落灰產生幼藥 那等於說作品的變化性也比較大一點 像我在做的這一件 當然這個是實際有model在看啦 那我也是在 呃... 先想我當初這個model擺這個姿勢 沒有辦法擺這樣子 我在想說我在創作者本身要自己去改變 所以我在塑的過程當中 呃... 我就有把部分的線條再拉延伸一點點 那就是土也是慢慢去堆塑 堆塑修行 修完形之後 那剩下就是找時間把它修細一點 我才整理好才去燒字 所以這個製作過程 我會先用一團報紙先 先包一個形體 再堆塗 所以 減少掉我作品做完之後還要去挖土的過程 因為是搖燒 搖燒要控制它的厚度 所以我都是先用一團報紙先 扭一個形狀再包覆起來 那我行塑完之後 從裡面底部挖個洞 看到報紙就可以這樣燃燒掉 所以就不用去挖 花時間去挖土 那身體的部分就盡量控制 可以搖燒的厚度為原則 所以我大概身體都不超過三公分 以不超過三公分的厚度 身體的部分就不用去挖 只有台座的地方 台座的地方就用包報紙這樣就可以減少 這個製作過程 那 這個作品又更隨意一點 等於說是短時間 有點 我用陶土來做速寫的練習 陶土 我對著model 我就是想我要怎麼去行塑 然後 可以快速的把我要的形體掌握到 那快速掌握過程當中 可能有一些地方 我們沒有時間去花的部分 就是頭部的描寫 手部的描寫 我都把它拿掉 因為快速想要掌握一個形體 我就那些細節的地方我不處理 我只要掌握一個軀體 所以我想把 樹苗 我們在畫樹寫的那個技法 用在做立體作品上面 所以 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更好玩 那可以很快的 我想要傳達的 不是透過筆 是透過土 可以把快速的想法傳達出來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我後來都朝這個方向 好 謝謝